1月10号 强大的海浪袭击了美国东海岸 东海岸正在努力应对这场猛烈的风暴 风暴导致停电 洪水和航班停飞 周三在缅因州猫头鹰角拍摄的一段视频显示 在风暴袭击海岸时 一间小屋被洪水冲走 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 周三从俄亥俄东部到大西洋中部跟东北部地区 超过5000万人收到了大风跟洪水警报 周三下午从北凯罗兰纳州到缅因州 共有约30万户家庭和企业断电